正經升旗浪 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 主持陳淑薇、潘志謙 本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人及個別被訪者個人意見 早安 早安 距離農曆新年大約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不過今年大家肯定是在疫症下過一個不一樣的農曆新年 年宵取消了 例如車工廟外面的活動取消 新春攤檔 對 新春攤檔會取消 此外看來限聚令或限卓令等都會繼續 團連飯、團拜等活動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年初二都沒有煙花 也沒有煙花 不過新春也是為大家帶來一些希望 因為預計新型冠狀病毒疫苗 可能在農曆新年後 就會在香港可以接種 不過其實現在特區政府想預先採購三種疫苗 都是需要等到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去審批 覺得OK了 才會幫香港市民接種 接下來的程序進展會如何呢 問一問我們這小時兩位嘉賓 直播室裏面有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的專家 本身也是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主任許樹昌 早晨教授 早晨教授 另外電話裏面也有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的召集人 他是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主任劉澤昇 早晨劉教授 早晨劉教授 早晨 早晨劉教授 想請問你是這個委員會的召集人 其實你們在審批到底哪個疫苗真的可以呢 被市民接種的時候呢 有些什麼原則規矩的呢 其實首先呢 講講我們的所謂程序先呢 如果真的有一 我們現在香港是政府 是購買了三種的疫苗 那我們的專家委員會呢 我們什麼時候會工作呢 就是如果那些疫苗呢 是申請來香港 是做一個註冊 是給一個我們叫緊急使用的話呢 那我們專家委員會就會看他們的數據了 那究竟這個疫苗是不是安全啊 是不是有效啊 還有質素好不好 所以三樣東西看的最重要就是 安全性、有效性 還有那個疫苗的質素 近來我們看到很多傳媒的報道都會說 這隻疫苗在這裏那個有效率是多少 在那裏那個有效率有多少 很多不同的數字數據 其實委員會會怎樣去看那些疫苗 它本身怎樣為之有效呢 其實我們要看那個疫苗有沒有效呢 我們真的需要那個疫苗的製造 那個廠家是給很多的數據我們的 現在我們在外面很多時候在電台聽到 新聞報紙看到 很多的數據都是可能是一些官方的自己的報告出來 有些可能是個醫學文件那裏已經登行出來 但其實數據不僅在那裏的 我們如果一個製造商是希望可以在香港註冊的話 我們要將所有的由開始做研究到臨床的研究到第三期研究的結果 到有一些國家已經用著那種疫苗 用了之後他們有沒有一路看著究竟那個疫苗的 就是剛才說的成效和副作用 那些數字全部都希望可以看到 那現在來說廠家提交的資料 夠不夠你們去評測到底這疫苗是否安全有限可用呢 我想許教授待會都會告訴你聽 我們現在應該還在看著 我們希望其實第一次疫苗的討論會在下星期一做 幾天前就收了一炭氣塔的文獻 其實差不多千多半字應該相信是很足夠的 但還在看著這個生活 你們可能都是沒什麼休息 就要全程看著 詩人一下就開會 是的沒錯 好 現在問許教授 那麼多的資料看了多少 暫時一成左右 他出了在文獻那些我們一早已經知道 但是廠家提供更加全面的數據 所以這個星期尾就會坐定 慢慢看 即是說的是復星和Biontech的這一款疫苗 大家都預計它可能最快可以在香港接種得到 其實他們所提交的資料現在 在哪些方面的資料 你們是否認為已經說千多月 都已經很足夠去你們做一個全面的分析 這個要是星期一下午我們的專家委員會坐下來一起討論 他提供的數據 剛才就是劉教授所說的數據 但是想問許教授 那些數據來了 劉教授剛才都說了 就是你們譬如回開會 討論 研究 那麼會是幾時可以 行了 研究了 妥當了 可以了 有效了 可以安全使用了 估計要多久的時間呢 你們要審批 我想看完那些數據 看看還有沒有一些額外的問題 要問回廠要提供 譬如剛剛最近挪威又說有二十幾位 打完之後又過了新的 究竟他的解剖看到些什麼 是不是和那個疫苗相關 我們都要這方面提供多些資料 梁教授如果是這樣的進度 你估計農曆新完之後 可以這個復星Biondet的疫苗 是不是可以作為市民接種呢 很難估計 不過我們可以說我們是認真努力 一天不停工作去看那些數據 真的要看看我們星期一 我們討論成點 剛剛許教授都說了 有些新的數據 我們也可能還要希望他們的廠家 可以提供到那些最新的數據給我們 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否寧願真的認真檢視數據 看看真的安全有效 然後才說可以接種 就好過心急 是嗎 這個可以說我是肯定的 我們都希望是怎樣可以 讓我們的香港市民 安全有效 梁先生都說是接種我們的疫苗 不過雖然說他的資料也很多 看完都需要一些時間 但會不會已經有一些初步的觀察 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Biondet或者復星這種疫苗 能夠得到審批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覺得我們不太應該這一刻 我們都未開會 我們有十二個一起去會要談 都未開會 我們現在在推測究竟審測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 但講講的就是我們現在世界上都有不少不同的國家 好像五十或五十多個國家已經打不同的疫苗 也都有十幾二千萬的人都用過疫苗 我們那裡很豐富的數據 我們可不可以拿完呢 這些問題都很豐富的數據 也不是香港第一個地方去接受市民去接受這些疫苗 希望我們真是可以做到一個結論 很快就 好啊 我想請教許教授 其實我們現在在香港買了三種 訂購了三種疫苗 剛才講的復星Biondet 跟著科興 還有張大學和阿斯利安 這三種疫苗 其實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哪一種 有些人想哪裏出的 哪個地方出的就可以了 其實應該用什麼態度來看疫苗呢 都是要科學化去看 我們要知道究竟第三期研究進行的時候 它覆蓋年齡層有多少 接種的人有沒有長期病患 另外就是它的有效保護率 即是減低了有症狀感染的風險 跟安慰劑相比減低多少 另外就是安全數據 每一個副作用的機率有多高 這些我們都知道 最近大家都討論科興疫苗是內地生產的 大家都關心有兩個數字 巴西先後公佈過兩個關於科興疫苗的有效率 一個就是百分之七十八 一個就是百分之五十 大家可能覺得經常都聽到這兩個數字 就對它做出了一些很初步的看法 已經可能形成了 其實大眾應該怎樣看這兩個數字 其實它暫時的信息就不是很清晰 就是早前就是分析了一萬二千四百個醫護人員 那同安慰劑比拼 就是減低了有症狀感染的風險是七十八個 但是到最近這幾天它又多了一個數字 就是加了一些很輕微症狀 甚至乎可能是沒有症狀的 有些又是做了核酸的 因為加了這些很輕微症狀 或者沒有症狀的人 變成了保護率減到50.3% 但是我們都不是很清楚究竟它怎樣計出來 究竟它有幾多人是計了進去裡面 那個年齡層是怎樣 現在都未知 所以我覺得這個階段就不要作無謂推測 等它交齊數據 我們開會坐下就會看得清楚很多 因為現在這個 剛才說的兩個數字都是巴西先後公佈數字 但之前在另外一些地區的公佈數字又不一樣 所以是不是都是需要看得很仔細的數據 然後再看黎三期的臨床測試 就是無論是哪一種疫苗 再看看有些打了之後 會不會有些譬如說症狀出現了 或者敏感或者各樣 其實都要真是很仔細的研究 然後才可以說現在這隻可以了 可以在香港安全使用 沒錯 因為它早前有土耳其看了1,322例 接著又說保護率又91% 印尼那邊又是看了1,2千個又說65% 變成這些信息比較混亂 因為通常來說如果你是第三期的研究 你應該是綜合幾個國家的數據做一個綜合分析 就不是每道零星這樣報出來的 跟著又想問一下劉澤昇教授 大家平日真的會接觸很多這些數 除了巴西兩個數 許教授剛剛提到 土耳其和印尼也有些數字 那麼多數字其實公眾應該怎樣分呢 或者他們是否應該多等一會兒 等你們的委員會去做出一個建議才下一個定論呢 我也真的跟許教授剛才講的一樣說法 我想最重要是我們要把所有的數字統一來看 還有我們不要每一次都在講 其實那個基數有多少我們大家都不清楚的 而那個基數的機率我們才可以容易解釋 我相信如果我們專家委員會看的時候 我們會自己界定 如果我們在講那個所謂有效率是多少%的 我們應該每一次都要用同一個定義 同一個定義 我們讓質問可以一直這樣清楚 不會每一次都可能有一次講80歲以上 有一次可能講50至80歲 那些數字就會令到大家很混亂 我覺得在現階段市民大眾或政府 都可能需要等專家委員會 逐樣的研究分析 然後才得一個結論出來 然後你們推薦這一隻疫苗 真的可以緊急使用 變了不要自己在研究這些數字 那些數字又搞到自己很亂 其實我們市民大眾不是專家 是不懂的 都是要等你們出來 但你們估計要開多少次會呢 最理想最理想當然一次 但當然真的很多數據 還有許教授也剛剛說 我們今早又聽到挪威那些新的數字 可能我們談完之後都會 要廠商再提供多些數據 不過現在真的講不出 所以當時政府去年就說一月可能有得打 現在應該一月就無可能 因為你們都研究 而且也是初步來說 你只是復星Biontech就是 已經向政府申請在香港緊急使用 其他那兩隻都未申請 未呀 所以都可能有一段時間 好了 疫苗到底什麼時候有得打 現在還要等專家委員會研究 在這段時間 我們第四波疫情仍然在 市民大眾應該怎樣去面對這個疫情 以及應該怎樣做自己 梁教授 我想這個 幸好你今天請了許教授 一定會多很多東西可以說得到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 疫情已經整年了 知道大家都對抵抗疫情真的累了 希望大家千萬不要有出現的疲態 我們是要個人衛生健康很重要 我們所謂的社交距離真的要保持 我們盡量不要群體一起去開會 去做開派對 我們真的有什麼事不舒服 應該要盡快去看醫生 也盡快如果擔心的話去做這個檢查 其實接下來預計香港就可以有這個疫苗 可能在農曆新年之後 有很多市民都會可能持一個觀望的態度 或者看看別人打了怎樣 即使他們可能已經在優先接種群組 也有部分人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劉教授你又會覺得怎樣 對於很多人都是持觀望的態度 例如有些民調又說 有好一部分市民可能會說 我不想打疫苗 如果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當然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真的對抗新冠病毒 但我們現在已經試了一年了 我們不停保持距離 我們衛生等等 都可以控制到一部分 但控制不完 如果我們怎樣可以 到最後打贏這個病毒的話 疫苗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我們最重要就是疫苗安全和有效 如果疫苗安全有效的話 我們希望市民會接受疫苗注射 大家說不如等下隔離那個打了先 其實老實說現在世界已經大同 香港不是只有我們七百萬人 其實我們全世界都在一起 我們應該不只是說隔離房屋有沒有打了 隔離貿戶有沒有打了 隔離國家有沒有打了 剛剛都說隔離貿戶其實都差不多 如果根據一些最新的數字都差不多 一千萬人已經打了大部分都是復星那種疫苗 如果我們那個數據是真是可靠的話 亦都是真是告訴我們是安全的話 我希望市民都會接受 不要等 不要等 我覺得大家都是要不要鬆懈 對 最緊要尤其是就來農曆年 千萬就避免搞一些大型的家庭聚會 近期你都記得很多爆發 冬至聖誕假期還有新年之後 都有不少群組爆發 大家堅持多一會兒 我相信二月未到疫苗接種計劃 應該可以順利開始 到時就多了個方法幫我們保護自己 例如現在來說都是復星Biontech那種 政府申請在香港緊急使用 其他那些都未來 估計二月尾的時候 你們經過審批了 可能會不會是最先可以是上市 為市民接種都是這隻疫苗呢 暫時看過進度就應該是 因為全面數據它就交了 我們開完會之後 看看有沒有些額外數據 我們要知道 如果提供了數據 委員會滿意的話 我們就會向食物衛生局長 建議採用 但是這隻疫苗呢 它的物流的要求是高一點的 譬如要負攝氏70度的冷藏 如果你說譬如在安路院社那些 因為他們長者出來又不是不方便 都可能要考慮進入院社裡面 跟他們接種疫苗 那麼這隻疫苗呢 合不合是拿到院社裡面和人打呢 我相信有兩種做法 如果那些活動能力高的長者 仍然可以在社區會堂打 因為這個疫苗呢 大家都知道又要解凍 跟著又要做稀釋 時間要配合得很好 稀釋了之後 六個小時內就要用 所以政府就會在社區會堂 較準時間送過去 所以那些活動能力高的長者 仍然可以用社區會堂 但是如果在那些院社裡面 那些院友那些 可能也是要做了解凍稀釋 跟著就派一些注射隊去院社幫他們打 打完之後也是要觀察 起碼都要15分鐘 即是都有可能做得到的 如果合得對的時間 物流過程的時候 他稀釋了之後 六個小時內就用 所以也有些時間走盞 如果時間調得準確 這個仍然都可以上去院社幫他們打 但是真的需要物流程序 擱讓和打針的人員 都要大家一波接一波 要是時間非常準確 沒錯 因為這個疫苗比較複雜 沒錯 又想問一下劉澤昇教授 接下來小組審批完一些疫苗之後 會不會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哪一款疫苗是比較適合哪一個群組 哪一個年齡層的人接種 會不會有這樣的資料跟大眾解釋呢 我們希望將我們的討論和跟著我們的結論 都是做到最透明最公開為止的 如果之後我們做了一個報告給食衛局之後 其實該益都會有一個報告給我們的公眾了 你說究竟我們第一個會開完之後 或者第一個審查做完之後 究竟我們會不會說哪一個疫苗比較好些呢 應該不會做到的 因為我們下一個禮拜 其實首先都是談一隻疫苗 我們不會比較 所以應該就沒有這樣的數據 但究竟我們可不可以做到哪一些群組的人士 可能效果會好些 或者副作用會多些 或者少些 應該希望看完這些數據之後 可以做到一些結論 暫時因為其他另外兩隻疫苗都沒有看過數據 更加就不可以說哪一隻好些 還是哪一隻沒有那麼好 會不會是不同年齡群組 或者不同身體狀況 就可能適合哪一隻多些 適合那一隻多些 到時如果你的數據都出來了的時候 就會比較 市民來說自己選擇 你去哪裏打就是打哪一隻 去哪裏打就是打哪一隻 是不是這樣 可以這樣說 好 我們現在先聽新聞之後 回來再跟兩位談 正經星期六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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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